28.香港經濟日報 內地氣官捐獻今年料如2500宗 2015年7月22日中國要問A19林佩兒內地今年起禁止死囚氣官移植 民眾捐獻成氣官移植唯一合法來源 李嘉誠基金會近日捐出800萬元人民幣、夏同 作為中國氣官移植發展基金會總子基金 以推動內地民眾氣官捐證等 李嘉誠基金會捐800萬元支持該基金會理事長 中國前圈行雷馬此先 全年公民氣官捐獻如2500宗 調捐獻數量將創新高 內地於2010年推行公民捐獻視點計劃 並於2013年正式確立公民捐獻體系 截至前天 遺體器官捐獻案例達4518宗 捐獻器官為12208個 其中今年捐獻個案為1371宗 調今年公民氣官捐獻如2500宗 捐獻器官則以3倍計 不過 內地器官移植輪候人數卻數以萬計 王傑夫作受訪時稱 現於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 簡稱COTRS 約3萬人輪候器官移植 估計全國約30萬人需要器官移植 此外 由於技術未夠成熟 提供器官移植服務的醫院不足 內地器官移植事業仍面臨困難 為支持內地器官移植發展 李嘉誠基金會前日落實捐出800萬元 作為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的總子基金 據悉 國家財政部將撥批2000萬元配套資金 作為發展 的專項資金 另有跨國公司及其他香港的基金表示支持該基金會 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於1995年成立 新兼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王傑夫 前年年底出任該基金會理事長 並於今年重啟基金會 以推廣器官捐證 從事有關臨床研究等 數字幕作為成員 策略 策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